秦始皇的龙袍是黑色的,为何后世皇帝没人敢穿?原因很现实,秦始皇创立了大秦帝国,他的龙袍黑色的选择是当时政治、文化和哲学观念交织的产物,黑色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与水和阴性相关,而秦朝是以水的为基础的,这一选择不仅与秦始皇的信仰有关,更反映了他的统治手段和政策。 然而,引人瞩目的是,尽管秦始皇的黑色龙袍充满了象征和深意,后世的皇帝却没有人敢穿黑色的龙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欢迎收看剧谈时,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还没有华丽的服装文化,也没有现代人们所追求的时尚潮流,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和活下去,他们穿的衣服只是为了保暖和生存。 那时,还没有针对自然材料的加工技术和工具,人们只能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手艺制作衣物,这些衣物由采集来的动物皮毛制成,很简单,但也很实用。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对美的理解和追求,只有在生活基本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产生对服装的美感和审美追求,这也许是一个十分朴素的时代。 但它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同时也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发展。 商周时期,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始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丰富多彩起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也愈加深入。 在那个时代,一种独特的服装文化开始兴起,人们的穿着以上衣和下长为主,简约而实用,但是在寒冷的冬天,这样的衣物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人们开始加穿瘦皮制成的皮球,以保暖和生存,而那些地位高贵的人,则穿着由狐狸皮制成的球,以展示自己的身份和与众不同。 更为讲究的贵族,还会在外面披上一件私质的衣物,成为替,以显示他们的礼仪之美。 然而,这些都只是普通人和贵族的穿着,帝王的服装则更加复杂,他们的服饰有滚、绵、服、带、长、服、细、横等多个部分组成,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和象征,这些服装不仅仅是用来装饰皇帝的身体,更是体现了皇权和尊严的象征, 在那个时代,只有穿着合适的服装才能彰显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这也是服装文化逐渐成熟的一个标志,在秦朝,黑色成为了一种流行的颜色。 人们穿着黑色的衣物,展示着他们对于新时代的认同和赞同,但是到了汉朝,人们开始对于穿着越来越注重,华丽的服装成为了时尚的代表,男女装也逐渐产生了明显的区别,汉朝的文化和艺术也随之发展,各种精美的服饰在当时非常受欢迎。 汉服如今虽然已经不是汉朝时期人民的衣着,但是它承载了千年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时期,人们的穿衣文化愈发多样化,官服之间也开始出现差别,皇帝的服饰达到了十二种,大臣的礼服则有十种之多。 不仅如此,除了这些礼服,还有长服,朝服和公服等多种服饰,彰显了人们对于穿衣文化的极致追求,而在宋朝,穿着礼仪更是有着严格的规定,根据官位的高低,服饰也有着相应的等级,成为七等官兽。 整个穿衣文化回归简约,反对华丽,尽显唯美之感,明朝是一个极其重视礼仪的时代,服装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是官职、身份、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体现。 在这个时代,官员的穿着不仅受品级影响,还受到地位、职责等因素的制约,庭民、读书人、商人等社会群体之间的穿着也有差别,彰显了他们各自的身份和文化。 男性的服装主要是轻不直身长衣和四方平定巾,颜色素雅朴实,体现出他们的务实和沉稳,女性则注重色彩和细节,喜欢选择桃红、紫绿等色彩明艳的大袖袍子。 更加注重装饰和美观,这时期的女装样式较前朝更加多样化,出现了白褶群、凤尾群和乐华群等,为中国的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和元素。 清朝这个历史长河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朝代,在清朝封建主义的制度已经日渐时危,而欧洲列强的入侵也让这个古老的国家走向了危机。 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于文化、信仰的探究变得更加注重,而服饰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个时期人们思想的演变。 欢迎收看剧谈时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清朝的服饰特点是清秀简洁,注重自然的美感,这种风格在当时相当的流行,特别是妇女的穿着,以马褂、马甲为主。 这种服饰更加强调身体的线条美和优美的流畅感,在鞋旅方面,花盆底鞋成为了当时的时尚。 这种鞋子不仅穿着舒适,而且设计精美,上面还会绣上各种图案,很受女性欢迎。 然而,尽管这个时期的服饰风格较为保守,人们对于文化、信仰的探究却是愈发深度,随着中国的局势逐渐不利。 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自信,开始注重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承,这个时期。 文人雅士们的衣着更加讲究,他们穿着以蓝色、黑色为主的衣服,点缀以白色的细节,给人以高雅清凉之感。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时代,技术和材料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穿衣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有些人喜欢追求时尚潮流,穿着新潮的衣服。 而有些人则喜欢寻找历史传承的文化价值。 选择穿着前朝的特色衣服,这些前朝的特色衣服,不仅具有美丽的外观,更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它们代表了不同朝代的特色和风格,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魅力。 当我们穿上这些特色衣服时,仿佛穿越到了过去的时空,感受着古人的生活和精神。 而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也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在古代中国,服饰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更是一种身份象征和文化表达。 而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君主之一, 其采用黑色龙袍也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含义的。 当时的中国人非常重视风水,认为人和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而黑色在古代就代表着水。 而秦始皇自身又属水相,因此他选择黑色龙袍,也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顺应和尊重。 而在阴阳学说里,黑色属于阴性,代表着质朴,内敛和深沉。 秦始皇能够选择黑色龙袍,也表明他个人具有这些品质,并且这种内敛的特点也符合秦始皇掌握强大的统治力量的形象。 除此之外,黑色龙袍还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兽,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而龙袍则是天子的专属服饰。 但是,秦始皇采用黑色龙袍,既是在表达自己对权力的渴望,也是在宣示自己的尊贵地位。 同时,黑色龙袍还代表着秦始皇希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愿望。 这种愿望也被广泛的反映在当时的政治宣传和文化艺术中,成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古代,服饰不仅是一种装饰品,更是一种象征和代表。 秦始皇选择黑色作为自己的龙袍底色,不仅仅是因为黑色代表水,而且也因为黑色是一种强烈的,威严的颜色,能够表达出皇帝的统治力和威严。 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将国家纳入中央集权体制,而黑色也恰好代表着统一和强大,因此黑色龙袍成为了秦始皇的必然选择。 同时,秦始皇的军队都穿着黑色甲皱,这种颜色也成为了统一军队的标志。 秦始皇选择黑色龙袍,也是想表明自己是这支军队的主宰者,是这支军队的一员。 刘邦在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后,面对这一个重要的问题,选择什么颜色的龙袍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和品格。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咨询,他最终决定选择黄色的龙袍作为自己的长服。 首先,黄色是太阳的颜色,而太阳代表着光明和力量,身着黄色龙袍可以让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扮演一个照亮整个时代的角色。 刘邦也希望以自己的品格和地位,有如太阳般耀眼,受到当时人们的敬仰。 其次,在选择颜色时,刘邦也考虑了阴阳学说中代表木属性的绿色,但因多方面的原因最终选择了黄色。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色成为了皇室和天子的代表颜色,后来的封建王朝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使黄色的龙袍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每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从服装、建筑、饮食、娱乐、到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表现形式,这也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最好体现。 比如,周朝代表火德,所以当时的文化与风俗都与火有关,如燃烧牲畜祭祀,火烧行等。 而秦始皇则遵循阴阳五行的学说,采用黑色作为龙袍的底色,已是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追求顺境的意愿。 刘邦则以黄色作为龙袍的颜色,寓意自己与太阳一般,将时代照亮,彰显其地位与品格。 除了这些方面,每个朝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也各有特点,比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盛世之一,其文化和艺术水平达到了巅峰,而且物产丰富,商业繁荣,而宋朝则注重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对文化教育也高度重视,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和学派,因此,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时,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朝代或某个方面,而是要全面把握。 这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内涵和精髓,还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考角度。